就是我们的一个逐包功率调整 那逐包功率调整 刚才有一个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位置 进行一个不同功率的调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逐包功率调整的作用 就是减少我们AP的能耗和辐射 减少我们AP发生爆纹 对于周边设备的干扰 这个功率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 满载AP差不多15兆左右 15兆左右 然后你低载的话 10兆9兆8兆也都有 你去查看一个AP的功率的话 你会发现不同AP根据负载的情况不同 它的能耗也是不同的 这个功能开启的话 还是有利于我们节省一些能源的 以及减少我们的一个信道干扰 AP要实时的开启我们的一个信号强度 如果中端的信号强度强的话 那我们就会降低我们的发动功率 就比如说比较近吧 是吧 中端一中端二 这是比较近一点的 我就降低一点了 如果是远一点的 那我就正常的 类似于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包功率调整的一个功能 看一下配置 首先就是适用于网络覆盖整体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 你要是网络覆盖本来就干扰非常严重的环境 你在开启这个功能 你揭露的再近的话 你可能会出现波动 你一波动 你信号一丢 你可能就断开链接了 这个地方也是要注意的 不是说随便开启 你要保证比如说这个网络好我没有其他的很大的干扰 你要在商场我就不建议你开启了 商场就非常严重了 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商铺都会自己放出一个SSID 最多情况下五六十个SSID不是没有可能的 好 这个是射评两句我们是power autodcast enable一下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radius两句模板下进行调整 好 这个是主包功率调整的一个配置 下面就是一些简单的思考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的射评调优的功能模式 主要有哪三个 刚才我们介绍了哪三个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自动模式 是吧 射评调优就信号调整 跟我们的功率调整 第一个是自动模式 第二个是手动模式 第三个是我们的定时模式 定时模式就是建议你们设置在临层的那个时候 我们设置设置一个一个算法 设置设置到临层进行一个说明调优 好 第二个问题 AP已经启动了一个动态均衡 然后我们一个终端发起AP关联请求的时候 一下说法正确的是 这边有一个选项 可能刚才没有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超出门限制 超出门限制 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两个AP是吧 我们一个中端在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中端AP是会拒绝我们到这个AP的接入的 因为我这边负载比较大对吧 我会拒绝你这个中端的接入 让你接入另一个中端 另一个AP 那你这个中端接入另一个AP 那如果你一直发送请求的话 一直发送请求 我只是想接入到AP 最后我们还是我们有个门限制啊 失败多少次之后 如果他还发起这个请求啊 这个是始终不渝的发起这个请求 想接入这个AP 我们还是会允许这个中端接入的 这个刚才没有讲到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是负载均衡的一个 一个算法的一个配置啊 基本情况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A吧 AP直接根据负载均衡算法 这个是不对的啊 我们不会是马上就开始运行负载均衡算法 我们肯定会有个门限制 对吧 好 第二个是如果这个中端支持5G 则优先接入 跟负载均衡是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5G是我们的频谱 频谱调优功能里面的 路导航里面的功能的 那Z没有超出门限制 好 我们超出门限制 再开始用我们的负载均衡 C就是对的啊 那D刚才介绍了啊 这个也是对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体的一个 射频资源管理的一个课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吧 首先我们这个WRN射频资源管理 首先我们的一个介绍 一个是我们的射频调优吧 射频调优是我们的 信道还有我们的功率 对吧 我们的负载均衡 我们分为静态 静态负载均衡跟动态负载均衡 静态负载均衡 要手动创建均衡组 然后最多是持16个AP 好 动态的话是智能的进行一个调整 把我们的揭露的 把所有接收到 中端发录信息的AP 发到一个组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好 这是一个静动态的不同 那频步导航 这个就是5G优先跟2G优先 好 那用户的揭露控制 这我们有三个不同的揭露控制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宽态利用率 信道利用率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用户接入数 第三是我们的一个信道笔 好 那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信道 期划业务不中断 好 这个也是可以选择性的 莫论也是可以开启的 好 第六个就是我们的逐包功率调整 逐包功率调整 就是为了节省一些我们的AP的功率 以及我们一些我们的对我们的信道的干扰吧 我们你信号开的很强 你肯定会对一些网络进行干扰 但注意的是信道逐包调整 以及我们的用户CAC 这整个我们的设评调优 目的要清楚 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 基于整个WR网络来说 我们要提高整个用户体验 如果你连用户揭入都无法保障的话 你这已经没有实现提高用户的用户体验 一定要注意这种调整 不会导致用户无法揭入我们的WR网络 要权衡一下整个网络的一个揭入数 负载均衡啊 视频条约都要基于整个网络来看的 不是随便都可以调整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后面这个也是我们的网站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我们support的网站 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个 我们后续的这个视频 也会上传到我们的e-learning的一个网站上面 然后这个胶片 这所有的信息 课件信息大家可以下载到的 大家都不用担心 都是可以下载到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50天的一个NP的一个赋能情况 哦